第七十六集 黄毛这才醒醒地安静了下来 过了五分钟 一秒不多 一秒不少 床上的女人果真发出一声声音 然后缓缓地醒了过来 好了 文文 你好了 黄毛大喜 我们这是在哪里 女人呻吟了一声 然后慢慢地坐了起来 这是在医院 刚才那个时候 你突然晕倒了 快吓死我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黄毛关切地问 没什么感觉 只是感觉有点头晕 怎么回事 我女朋友说她还头晕 你怎么当医生的 是不是黑诊所 我要告你非法行医 黄毛大怒道 叶好轩按那心头 将这黄毛扫地出门的冲动 然后耐心地解释道 她现在刚休克过 有头晕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不放心 可以去大医院检查检查 一听到要去大医院 黄毛登时不敢吱声了 大医院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 一进一出没个万八千的 就别说你去过医院 医生啊 我没事了吧 女孩向叶好轩问 没什么大问题 但以后营养要跟上 不然的话会对胎儿不好 叶好轩说完又补充了一句 你怀孕了 啊 黄毛雨那女孩愣住了 前面三个月和后面三个月 不要防尸了 不然的话会对胎儿不好 严重的话可能导致流产 不 不能要这个孩子 打掉 打掉 黄毛喃喃地说道 打掉 女儿神色一致 她缓缓地说道 你不是说过会喜欢我的吗 我不顾家里反对跟你在一起 现在我怀上了你孩子 你又让我打掉 我怀的是你的骨肉啊 不 我不想要孩子 要孩子以后就没自由了 文文 先把孩子打掉 我没钱 你先找你朋友借点钱 然后我再想办法 不能要这个孩子 坚决不能要 黄毛紧张地说道 叶好轩无语地看着黄毛 喝道 如果你不能为这个女孩负责 那你就管住你自己 我管不住 我实话说吧 我就是看中了你漂亮 我不喜欢你 你太文静了 我喜欢狂野类型的 这是自愿的 我是不会对这孩子负责的 黄毛 黄毛摇手道 女孩的面色如死灰一般地看着这黄毛 然后无力地一直道 滚吧 以后我跟你再也没有关系 黄毛如蒙大射 一溜烟似的跑了 生恐女孩改变主意 看着黄毛头也不回地跑了 女孩心如死灰 对他彻底的失望了 别难过了 这种男人是不能托付终身的 现在看清楚他的面目 反而会更好 女孩点点头 然后哭道 可我已经回不了头了 我因为他跟家里闹翻了 现在又怀孕了 我没脸见家里人 不管发生什么 你都是他们的女儿 他们的亲人 只要你能醒悟 他们会原谅你的 况且 你的也不是怀孕 什么 我没有怀孕 女孩猛地抬起头 看向叶浩轩 我之所以这么说 只是想让你看清楚身边的人而已 姑娘 找个好男人吧 那种小混混 是托付不了终身的 不要为一时的浪漫 而让自己这一辈子陷进去 叶浩轩叹道 谢谢 谢谢医生 女孩放声大哭 女孩走后 叶浩轩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虽然常言到宁差时作庙 不毁一桩婚 但那黄毛实在是太恶劣了 而观其面下 面有老雨之灾 过不了多久会吃官司的 这女孩跟着她 只会毁了一辈子的 所以叶浩轩假说女孩怀孕 把黄毛吓走 然后女孩毁物 以后痛改前非 叶浩轩自我感觉 挽回了一个失足少女 几天没有去学校了 叶浩轩感觉自己 要去学校报道一下 顺便请个假 否则的话 他们辅导员家要抓狂了 刚刚走到教室坐下 同桌伸过那一张 遮住了大半边脸的眼睛 猥琐地凑了过来 嘿嘿 怎么几天没来啊 新来的门女老师点名了 你小子死定了 叶浩轩无所谓的怂怂肩 随便他吧 反正我是不会来上 中医基础这门课的 开玩笑 哥的医术已经很好了好不好 还用得着学习中医基础 随着上课铃声的响起 一位身材高挑 身着短裙的美女走进教室 却正是教他们 中医基础的美女老师 郑双双 叶浩轩看见了郑双双 不由地吃了一惊 没想到前几天 在学校里邂逅的美女 竟然是她的老师 想想当天 在她光滑的腰部乱摸的情形 叶浩轩只感觉到心头一阵火热 她连忙下意识地低下头 叶浩轩来了没 郑双双一上课 便直接点了叶浩轩的名字 在她的课上还没有人敢来逛课 叶浩轩可算是第一个 呃 老师 我来了 叶浩轩硬着头皮站了起来 郑双双一争 没想到这个赶框她课的学生 竟然是当天为她按摩的那个学生 想起当天的情形 她的脸不由得微微的一红 为什么不来上课 郑双双有些生气地说 难道中医对你们来说不重要吗 对不起老师 我不该逛课 我以后不会了 叶浩轩陪着笑脸说 她可不敢得罪这位美女老师 不然的话 考试时给她的中医不及格 那可就丢人丢大了 下课后 去办公室来一趟 郑双双板着脸 看到叶浩轩小心翼翼的样子 心中却是乐开了花 小子 厌福不浅啊 可以跟着国色天香的美女 单独相处 机会多多 同桌猥琐地说 叶浩轩无语地摇摇头 一节课就这样过去了 其实叶浩轩根本没有听进去 郑双双在讲些什么 换句话说 他讲的东西 叶浩轩比他还要清楚 不知不觉下课的铃声响了 郑双双宣布下了课 然后向叶浩轩勾勾手 试以自己跟他来一下 叶浩轩苦笑 有些忐忑地 跟着郑双双走进办公室中 郑双双的办公室 是一间单独的办公室 教中医基础的老师本来就不多 现在又是刚下课 所以办公室里面没有一个人 坐吧 郑双双随手一指 然后一聊裙子 优雅地坐下 那洁白修长的双腿 交叉地叠在前面 那份从容 叶浩轩一时间看得愣住了 叔叔为什么不来上课 你是不是不想学中医 不是 相反 我很喜欢中医 那为什么逛我的课 你不知道 我这个人不喜欢别人 在我的课上逛课 如果你不说出来个理由 考试的时候 你可要小心了 郑双双威胁道 我 我感觉中医基础 学不到什么东西 郑双双柳眉一条 他作为一个中医爱好者 叶浩轩的话 无疑已经触怒了 他心中的逆吝 正在发作时 叶浩轩连忙又说 老师 你的腰怎么样了 要不我帮你按一下 你 郑双双神色一致 那天叶浩轩为他按摩时 那奇异的感觉 又出现在眼前 他一时间觉得双脸发烫 他没好气地说 不碍事了 老师以后要多多注意 不要穿高跟鞋 当心腰背扭伤 身材这么好 如果扭伤了多可惜 叶浩轩不怀好意地笑道 够了 今天来 是说你的问题的 又提起自己的身材 郑双双有些愤怒 我说的是真的 叶浩轩一本正经地说道 你现在还年轻 这个影集还不能表现出来 到年纪大的时候 症状会慢慢地出来的 你会变成一个驼背的老太婆的 你 谁要变成老太婆了 郑双双大怒 呃 老师当然不会变成老太婆 老师一直都会这么美 叶浩轩连忙改口 其实郑双双大不了他脊髓 不知不觉之下 他便有些口无知了 那天你说你有办法去跟 是有办法 叶浩轩点点头 那好 改天你去我家 没问题 双双 这是谁啊 门口一个声音传来 两人回头一看 只见一个神色不大 友好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进门时刚好听到郑双双 要叶浩轩去他家的话 我一个学生 你怎么来了 今天不忙了吗 郑双双站起来 向叶浩轩介绍道 我男朋友 李俊 叶浩轩向李俊点点头 看他有些阴沉的神色 显然是刚才误会 这对师生有什么瞒着他了 刚好没事 有课没 如果没有课的话 一起吃饭 好吧 你等我一会儿 郑老师 如果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好 没事了 你去忙吧 叶浩轩点点头转身 走出办公室 而李俊的神色 渐渐地阴沉了下来 你干什么 这只是我一个学生 看李俊的神色 郑双双情知 他醋坛子的毛病又翻 不由得正伟说 学生 哼 一个老师不上课 跟学生在办公室里干什么 李俊质问道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你不要见我跟别的人在一起 就吃醋好不好 郑双双正伟说 我怎么样 我告诉你 我们婚约是具有法律效益的 你不要想着背叛我 不然的话 我们法庭上见 李俊贺道 我知道我们的婚约 有法律约束 除了这个 你还有别的地方能吸引我 不离开你吗 郑双双沉声说 如果没有那一约束 我宁愿去嫁给一个挑大分的 也不愿意跟你这所谓的高材生在一起 郑双双说完 转身走出办公室 李俊的神色越来越阴沉 他面目睁眼 恶狠狠地喝道 贱人 等结果婚 老子玩够了 把你卖起座台 让你嚣张 左右无视 叶好轩直接驱车来到中医院 只是今天唐兵并没有坐着 叶好轩拨通了他的电话 如果在中医院的话 去住院部六楼 我在这里有些事 想请你帮忙 唐兵似乎很匆忙地 说了一句话 便将电话挂断 叶好轩心中意紧 便匆匆地往中医院住院部的六楼走去 六楼是中医院的豪华病房 里面住的人都是一些权贵 换句话言之 就算你有钱 也不一定能住得进去 而在一间特大好的病房中 满满地站着中医院的医生 包括医院的院长 以及科室主任等一众人 都挤在病房中 如此一来 这间原本宽阔的病房 显得有些拥挤了 病床上躺着一名外国人 他的下肢在外面裸露着 只是他的双腿与上半身极为不协调 他上半身生得壮实无比 浑身生满肌肉 只是一双腿又干又瘦 几乎是跟木柴棍差不了多少 一名助理模样的 在用英语和床上的老外交谈着 一边的中医院院长满头大汗 小心翼翼地向内助理说道 王助理 请您跟皮尔先生解释清楚 如果不做检查的话 我们很难判断病症 那姓王的助理 留着一个罕见头 一看就知道 是重阳媚外的分子 他严肃地转过身说道 院长先生 皮尔先生的病 是在国外没有办法 所以才来到华夏国 想试试华夏国的中医疗法 况且在外面的检查结果 已经给你们了 你们再检查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们的设备难道比美国还要先进 这一句话 说得院长哑口无言 这皮尔是美国人 身患怪病 在国外医治无效 所以突发奇想 想来试试中医 也不知道那个天沙的家伙 对他说中医的神奇之处 不用检查 只需要把脉 就可以知道症状的所在 所以这个皮尔 现在固执地不肯做检查 非要找一名中医来给他治病 这个皮尔在美国 是一个大家族的阔少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清源卫生部 就把这个任务 押给了中医院 如果不能想办法让这蓝眼睛的皮尔满意 他这个中医院的院长 也就做到头了 对于皮尔的病 医院专家做了会诊 结论跟之前美国所得的结论一样 就是这个皮尔必须截肢 因为他下肢的血管已经萎缩坏死 根本没有康复的可能 而皮尔也不知道从哪本网络小说上 看到中医的神奇之处 所以非要嚷嚷着找一名真正的中医 为他治疗 那种不把脉就可以看出他的病症 不用截肢 只用扎起针就可以把他的病治好的中医 他妈的要是中医真有这样的医术 早他妈的没有你们西医什么事呢 只是无论他怎么解释 这位皮尔就是不相信 固执地认为一定有这样的中医存在 只不过那些中医是隐士高人 非要强迫着别人来给他找来一位不可 这让中医院的院长挤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 他上哪里去给他找一位隐士高人中医啊 医院的几位老中医也都被请过来了 只是这些老中医把过脉 看过皮尔的情况后 均表示中医没有好的办法 最好的办法还是跟之前的一样 截肢 而皮尔则是认为中医院在藏私 甚至威胁中医院的人 如果不帮他找来一个中医 他就把这件事情升级为外交 让中医院院长吃不完兜着走 中医院院长无奈 只得向上级求主 而上级则是层层批报 最终确认将京城专家 调过来几个为皮尔砍兵 而正在中医院长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时候 门一开 一名头发花白精神抖擞的老中医 及几名上了年纪的专家走了进来 京城的专家赶到了 为首的一名是贵老 中南海的大国舍 他的身后跟着无一不是国际上有名的专家 上边对这次的事情非常重视 不惜把御医都请来了 哎呀 贵老 你们可算是来了 如果再不来 中医院的院长估计都要哭了 院长连忙凑近皮尔说 皮尔先生 这就是我们中国最好的中医 是专门为国家领导看病的御医 让他们帮你看看吧 皮尔的眼前一亮 这才来了精神 然后坐直伸出一只手 让贵老帮他把脉 贵老点点头 然后伸手搭在了他的脉搏上 过了一会儿后 然后换了一只手 搭完脉之后 深思了片刻 然后让另外几名专家看 几名专家依次学而来 给皮尔把了脉 然后不顾皮尔期待的目光 走到一边去讨论病情去了 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上边这次 对皮尔的事很重视 这不仅仅是牵扯到外交 更是因为皮尔家族向来拥滑 曲血不畅 武器瘀罕 如果来得早的话 尚能用钥匙保守治疗 现在 一名专家边说边摇头道 截之吧 余下的专家点点头 然后依次说出了自己的办法 但最终的结论只有一个 那便是截之 除此之外 他们实在是想不出来 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我倒有些不同的看法 贵老拿出皮尔的病例说道 大凡人身上有武器 而病人的气情到腿部时 因某种原因 瘀色 虽然腿部经络坏死 但如果用针灸符以药时 唤醒他腿部的经络 也不是不可能 贵老是中医国手 一身医术出神入化 他说的每一句话 都有可行之处 只是他的话看来简单 但实践起来 着实是太难 第七十七集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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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用的这种极端的方法根本没有一点科学依据 你们在欺骗我们外兵的感情 你们这些是害人的东西 我会向大使馆提出抗议的 助理跑到贵老的跟前吼道 贵老等一干人的脸马上沉了下来 向他堂堂的中南海寓议 平时都是为一些身份非同小可的人物看病 现在屈尊为他一个外国老看病已经是破例了 而这助理还在不知死活的叫嚣着要抗议 这让一众国手的脸上有些挂不住 如果不是因为上边下了任务 恐怕贵老等人甩手就走了 你爱之不至 在滑下成天排着队求我治病的 一大车一大车的 那除此之外 我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贵老说 我不管 你们今天必须给我想出一个其他的方法来 不然的话 我让你们好看 助理叫嚣着 众人的脸当时有些不好看了起来 他们是什么身份 整天接触的是什么人物 什么时候轮到一个小小的假羊鬼子来指手画脚 别说他一个小小的假羊鬼子 就算是清源氏的一把手来了 对这些寓意也得恭恭敬敬的 我再说一次 我只有这一个办法 如果你们不想试的话 那可以另请高明 还有 那鬼子的腿部神经 大部分已经坏死 如果节肢的话要尽快 否则的话病情将进一步恶化 到时候就算是把下半身切了 也无济于事 贵老沉声道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要抗议 我要抗议 那助理嚣张惯了 根本不知道眼前这几个人都是什么身份 不顾一切的教导 随便你 如果确定不治 我们就回去了 贵老拂袖道 贵老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要不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中医院院长哭丧着脸说 即使是这羊鬼子死到这里 跟贵老他们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但他不一样 可以说他的人生都压在这老外的身上 治得好老外 他平不清云 治不好 他扒了这身院长的皮 所以说这个中医院院长 现在比皮尔还要着急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现在他双腿神经坏死 经脉全断 就像是一棵树 里面的金坏死了 这棵树还能活吗 可是 院长欲哭无泪 而此时的皮尔突然叫喊了起来 他操着半生不熟的中门叫道 我不相信没有变的办法 你们一定还有更好的医生 这几个医生的医术不行 我要换人 这话一出口 贵老等一众专家团的脸上便有些挂不住了 贵老是谁 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国手 现在竟然有人当着他的面说 他的医术不行 这让这一众专家团情何以堪 我可以告诉你 这里的几个人是全国最好的中医 连我们都治不了的病 别人一定也治不了 贵老几乎被气晕了 皮尔一愣 然后询问了助理几句 他的神色有些沉默 然后他突然激动的用英文打叫了起来 里面是什么人 叶昊轩来了之后 只能与唐兵一起站在门口 挤不进去 但室内的谈话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一个美国财团的儿子得了怪病 我看症状挺新奇的 便叫你过来看看有没有办法 办法是有 只是这些家伙们会相信我吗 叶昊轩远远地看了片刻 心中便已经有数 而此时皮尔大声地用英语叫喊了起来 他说什么 叶昊轩的英文不是很好 唐兵微微皱眉说 他说他以前觉得中医很神奇 但现在他对中医失望透顶了 中医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叶昊轩大怒 推开门走了进去 喝道 谁说中医是骗人的把戏 你的病 我来治 就在这顷刻间 室内几十名医生的目光 都落在了叶昊轩的身上 你是谁 中医院院长周梅道 我是谁不重要 我可以治好他的病 但是前提是 他要为他刚才说过的话道歉 皮尔看了看叶昊轩 然后操着生硬的普通话说道 如果你能治好 我可以先道歉 但前提是不能用一些极端的方法 否则我拒绝治疗 你最理想的治疗方法是什么 传说中的中医是用真酒和草药 如果你能用这个方法将我治好 我可以向你道歉 皮尔想了想说 好 那我就用中医和真酒替你治病 而且保证你今天之内便能站起来 十天之内完全康复 叶昊轩说 好 皮尔的眼睛一亮 笑话 连贵老都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刚才贵老说的方法也是半半之术 你是什么人 竟然如此大言不惭 一名专家忍不住喝道 年轻人热爱中医是好事 但是中医是治病救人 而不是凭着一腔热血就能成事的 做人要踏踏实实的 不要浩高勿远 贵老也说道 我既然敢这么说 那我就一定会为自己的话负责 别人治不了 不代表我也治不了 叶昊轩说 贵老的脸上露出了一丝韵怒之色 虽然他刚才称自己为最好的中医 颇有些自负 但以他现在的成就 确确实实有自负的资本 放眼全国的中医界 他贵老的名头 又有谁没听说过 你知道他的病症吗 你知道引起他这个病症的病因吗 不把脉不去问 就知道他的病症 你倒是说说 他是什么病 贵老身边的一个专家怒道 武器不畅 经络不通 用西医的说法就是神经坏死之症 这种病非常罕见 所以在全世界都没有很好的方法能将他治愈 你是医生 贵老压住心头的不快问 还不算是 我还在学校读书 朱修临床医疗 哼 连医生都不是 你凭什么被病人看病 看病不是儿戏 也不是赵本全班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不要以为自己读了几本医书 就自以为是医生了 叶老贺道 我有自知之明 如果没有把握 我不会乱来 当然不会像一些人 用如此极端的方法 被人治病 叶好轩的火气上来了 不冷不热地说 贵老刚才的方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贵老冷冷地说 皮尔的身份不一般 上级特别地重视 所以他一心认为 叶好轩与唐冰 是想借助 治好皮尔的功劳往上跑 我的男人 不是那种爱慕虚荣的人 以他现在的成就 完全可以凌驾在你之上 唐冰定定地说道 叶好轩微微一笑 唐冰竟然承认 自己是他的男人了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 他寻思着什么时候 把这关系给落实了 胡说八道 哪里来的黄毛丫头 竟然敢这样对贵老说话 区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我甚至不相信他懂忠义 竟然敢这么大眼不惨 来人 把他们轰出去 一时间 病房里像是炸开了锅 就连忠义院长也喝道 小唐 马上带着你的男朋友出去 这里是贵宾病房 不要在这里胡闹 不然我报警了 这里不是你们能掺和的地方 你让他试试 就让他试试 治不好 让他去坐牢 贵老已经气得面无人色了 多少年了 还没人敢当着他的面这样说的 你们忠义 不是只有白骨子老头才是吗 皮尔迷惑地看着叶浩轩 在他的意识里 忠义只有年纪大的老人才会 年轻人根本不会 就算会 也不会很精通 其实这就是大多数国人的看法 事实上也就是这样 忠义有些东西不能言传 只能靠着大量的经验和积累 等到成名的时候 也就胡子头发都白了 凡事无绝对 你这个病应该有一年多了吧 是不是因为去了急冷的地方玩 然后出现意外 被困在了那里 才会导致这种情况 是的 刚好一年 那天我去花雪 不慎跌入山间 昏迷了过去 也没有人知道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双腿都在血底里埋着 之后变成这样了 皮尔点点头说 你这个病症的原因 就是那天 血底里 把腿部的神经动坏了 然后导致腿部经络阻塞 血流无法通过双腿 所以才会成这样 皮尔似懂非懂的点点头说 你真的有办法吗 我当然有办法 只要你相信我 今天你就可以站起来 叶浩玄自信地说 好 我相信你 你叫什么 皮尔点点头 叶浩玄 亲爱的叶 我这两条腿就交给你了 皮尔热情地说 不 这个人身份不明 老板 你不能让他给你治病 一边的助理连忙说 难道你有更好的办法 皮尔反问 难道你要让那老头 放一堆毒虫 在我的腿上爬 这 助理马上没话说了 如果真是那样 我宁愿去把双腿举掉 可是我来花夏的目的 就是寻一位花夏医生 帮我的腿治好 而不用截肢 让你也试一试吧 我相信他 好吧 都听您的老板 助理说着退下 来吧 亲爱的叶 让我监视一下 你们神奇的中医 皮尔兴奋地说 叶浩玄点点头 心中莫名其妙地 生出了一种悲哀 作为国人 作为一些 有着丰富经验的国手 贵老 竟然还不如一个外国人 对他信任 这是国人的悲哀 也是中医的悲哀 皮尔先生 这不合乎规定 这不是我们中医院的医生 他甚至连学都没有上班 他没有医师资格证 恐怕 中医院长问道 医师资格证 你有吗 皮尔问 我当然有 院长回答 那在场的专家们都有吧 皮尔又问 不错 这是作为一个医师的 基本东西 必须有的 院长点点头说 可是你们对我的病毫无办法 那位老先生甚至要用毒虫 来喂我治病 虽然有机会痊愈 但那时拿命在拨 我是不会干这杀死的 皮尔看了一眼 叶浩轩说道 尽管也很年轻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 他会有办法治好我的病 而且不用拿我的命去拨 谢谢 就凭你这句话 我也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 叶浩轩微微一笑 然后拿出针带来 哦 亲爱的叶 你要开始了吗 这就是中国的针灸 我在美国见识过 可是我相信你的水平 一定是最高的 皮尔兴奋地说 叶浩轩笑道 不错 这就是针灸 我会让你在不知不觉中 就把病给治好的 去帮我找两个桶 然后里面放些兵 叶浩轩对助理说道 助理瞪了叶浩轩一眼 并没有动 皮尔有些不悦地说 如果你敢不挺夜地吩咐 明天就叫辞职丹吧 那助理一个机灵 连忙地跑了出去 叶浩轩在皮尔的腿上扎了一下 然后问道 有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皮尔摇摇头说道 叶浩轩又换了一个穴位 又问 这里呢 有点感觉 像是蚂蚁腰了一下一般 皮尔点点头说 叶浩轩又换了一个地方 再扎 再问 皮尔都如实回答 过不多时 皮尔的助理回来了 他的身后跟着两个黑人保镖 提着两只大桶 里面装满了冰块 你现在要把腿伸进冰里去 叶浩轩微笑道 皮尔犹豫了一下 问道 叶 我不明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 之前我的腿就是因为冰雪 才成这样的 如果再深入冰中 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正是之前你的腿受过冰冻 双腿神经被动坏 所以现在我同样用冰 来唤醒你双腿的神经 放心吧 我保证不会有事的 叶浩轩小道 哦 我明白了 这叫一堵公堵 对不对 皮尔眼前一亮说 不错 证实这个道理 中国有句话叫做五级必反 你的腿因冰冷而受伤 如果再用冰刺激的话 可能会收到一些出乎意料的效果 好吧 扶我起来 皮尔点点头 然后他的助理将他扶起来 他刚两只腿伸入放满冰的桶中 他的两条腿上没有一点营养 几乎是两根干巴巴的干柴一样 与他上半身强壮的身材格格不入 放入冰中 他依然没有一点的感觉 第七十八集 胡闹 哼 贵老冷哼一声 虽然不认为眼前的叶浩轩 真的能够将皮尔的病治好 但他还是要看下去 他要看这个年轻人该如何收场 需要我帮忙吗 唐兵站在叶浩轩的椅边 默默地注视着他 就像守在丈夫身边的小媳妇一样 不用 你在这里看着就好 叶浩轩笑着说 半个小时过去了 水桶中的冰块已经化成冰水 叶浩轩这才将皮尔的双腿 从水桶中捞出来 然后吩咐助理擦拭干净 他再次取出几根银针 正式开始了针灸 这一次他取出来的针几长 足足有二十多公分 这针刺入皮尔的双腿里 几乎将他的小腿贯穿 一边的助理看得心惊胆战 有些头皮发麻 有什么感觉 凉凉的 不 又有些热 这是正常现象 如果你有感觉 说明你的经络还未完全阻死 希望有大了几分 过了片刻 叶浩轩在皮尔双腿上的针身上 轻轻的一弹 只见那根银针的针尾 接连不断的哄了起来 也不知道叶浩轩 这一弹用了多大的力 针尾足足晃了五分钟 还在晃 我感觉到针上有热瘤 就好像是发电一样 太神奇了 皮尔惊喜地喊道 那银针在皮尔的腿上 足足晃了十分钟 叶浩轩这才将针拔了下来 然后对助理说 我需要一些中药 说着 便取过纸 写下了满满一页纸的中药 可是 我不太懂这些 助理有些为难地说 我去吧 唐冰接过纸 好吧 叶浩轩点点头 他需要用雷火酒来治疗 里面用到的东西 唐冰比较在行 唐冰片刻便回来 手中提着叶浩轩 所需要的东西 叶浩轩制成两个雷火酒 然后点燃 魏皮尔针灸了起来 同时催动内息 将药力源源不断地 送入皮尔的双腿之中 我的双腿 好像又直觉了 皮尔惊喜地说 直到两个雷火酒用完 叶浩轩也是累得满头大汗 他输出了一口气 好了 你现在可以试着 下床走动一下 开玩笑 刚治完就有效果 你真以为你是神医啊 神医也做不到 恐怕只有神仙才能做到吧 他也不怕谎言被拆穿了 贵老怒急返校 他指着叶浩轩和道 我从医几十年 从没见过中医 有如此奇效的 刚刚治疗完就奇效 你真以为你是神仙了吧 有没有效果 试一试就知道 叶浩轩冷声说道 亲爱的叶 你说的是真的 我真的可以站起来了吗 皮尔激动地说道 完全可以 叶浩轩微笑着说道 好 我试试 皮尔压抑着心头的喜悦 然后在助理的搀扶下 缓缓地站了起来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表情中 他慢慢地迈出了第一步 真的站起来了 真的站起来 太不可思议了 神了 竟然还能走 这种情况都可以截肢了 他竟然还能走动 这不可能 贵老以及那一群专家目瞪口呆 不可思议地看着皮尔 虽然现在皮尔大部分的重量都压在助理的身上 但之前他的双腿神经损坏 根本不可能动一下 尽管还需要助理去服 但这个效果已经让人很惊悚了 然而叶好轩接下来的话令他们更是惊悚 放开他 让他自己走几步试试 叶好轩淡淡地说 你疯了 有人忍不住叫道 现在皮尔的大腿只有顽口粗 大多数肌肉萎缩 而他的上身生得高大结实 足足有两百斤 很难让人想象 如果这两百斤的重量压到这一双 跟干柴一般的腿上 会有什么后果 犹豫了一下 皮尔点点头 然后尝试着缓缓地松开了助理 他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般地独自站在那里 众人的心在这一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声恐皮尔那如干柴一般的双腿承受不了 他那上半身的重量 皮尔缓缓地松开一边的床沿 颤抖着双腿 向前缓缓地移动出一步 我可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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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尔欣喜若狂 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便显得轻松得多了 虽然皮尔的脚比较蹒跚 但毕竟他可以依靠自己 不用服任何东西 就可以走路 而这一切只是叶好轩 再短短地不到一个小时的治疗 好了 回床上休息吧 叶好轩满意地点点头 亲爱的叶 谢谢你 你让我重新沾了起来 真的很感谢你 我为之前诋毁中医的事情 要为你道歉 皮尔几乎是在嚎下了 持续半个月治疗 你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了 只是 你双腿受损太严重 以后要多补才能补得回来 半年之内 最好不要做太过剧烈的运动 过了半年 保养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去踢足球了 叶好轩笑道 我知道了 亲爱的爷 非常感谢你 请问你明天还会来吗 皮尔问 明天你去找我吧 这里是医院 医院有医院的规定 我如果在这里治疗 恐怕有人以为我 在抢他的声音 叶好轩笑着 然后写下了一个地址给皮尔 一瞬间 在场所有的医生 包括桂老在内 都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像是被人抽了一个耳光 羊男手 皮尔先生 我们之后 会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 以确保你的腿 没有任何的问题 院长连忙上前 现在大局已定 他还不来抢功劳 不用了 我马上出院 我感觉我在医院待着 没有任何意义 皮尔摇头说 皮尔先生 我们医院的条件 是这里最好的 您的病情刚刚稳定 还是在医院检查比较好 我们这里的医生 也是最好的 可以 你的医生是最好的 皮尔诧异地说道 他们只会让我接着 我差点失去双腿 那些人都让我接着 腿不是你们的 你们可以随便指出一个质量方案 但患者要付出失去双腿的代价 你们不配被称作医生 皮尔越说越激动 回想起近一年来求医的经历 他感觉像是在做噩梦一样 话已出口 贵老等人更是感觉无地自容 其实贵老的方法 也是齐行显招 生还的几率还是半半之数 正如皮尔说的 他们医生随便指出一个方案 患者都要承受无尽的风险 院长有些尴尬地看下唐冰 想让唐冰帮忙说几句话 其料唐冰把头别向一边 不再理会院长 马上为我办理出院 皮尔向助理说 好 助理连忙答应 然后匆匆地走了出去 一边走 一边联系酒店 那好 亲爱的爷 我们明天再见 皮尔说道 随时恭候你的大驾 叶好轩笑道 老了 老了 不如你们年轻人了 贵老边说边摇头 然后向着叶好轩 深深地作了个衣 小友的医术 在下是生平谨见 如果不是京城有事 我一定会与小友 请教一下医术上的问题 贵老客气了 其实贵老的大德 才是我所佩服的 贵老摇摇头 我这些年来久居中南海 受诸人敬仰 渐渐地有些忘本了 自以为天下一属第一 小友今天真是当头棒喝 如果有时间 请小友到京城一叙 贵老说着 送出一张名片 叶好轩收起名片说 如果我去京城 一定去讨扰贵老 这些专家拒绝了 中医院长的邀请 只想要快点回到京城 这次清源之行 他们算是丢人 丢到姥姥家了 他们都是中南海的寓医 平时都是高高在上的 医术自然不用说 而没想到 在清源这种卧虎 藏龙的地方 竟然一个年轻人的医术 都可以秒杀得了他们 叶医生留步 叶医生 是这样的 我们中医院 求贤若渴呀 以你的医术 前程不可估量 不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 来我们医院工作 院长拦住了叶好轩 裴笑道 虽然皮尔不在 他的医院治疗了 他的功劳 等于就没了 但毕竟叶好轩 也替他解决了 这个大麻烦 于是院长便起了招揽的意思 院长你说笑了 我只不过是一个学生 中医院的门槛太高 我怕爬不过来 叶好轩冷笑一声 断然回绝 不管怎么说 今天的事情 我还是多谢你了 否则的话 我这个院长的位子 也怕抱不住了 身为体质的人 院长也有颇多的无奈 虽然平时看起来风光 但真正上面有事 压下来的时候 他们怕是马上 会被压得粉身碎骨 如果没事 告辞了 叶好轩说着 便与唐冰一起离开 真的不考虑一下 来中医院工作 唐冰突然问 你希望我来 叶好轩微微笑道 不希望 唐冰面无表情地说 为什么 叶好轩有些诧异 区区一个中医院 关不住你 唐冰认真地说道 还是你了解我 叶好轩大笑 的确区区一个中医院 又怎么满足得了 他的野心 迟早有一天 他会站在 这个世界的巅峰 唐冰主动伸出手去 挽住叶好轩的手 要是在以前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叶好轩只觉得 一阵享受 两人一起走到停车场处 而叶好轩一看到 自己的车 不由得一愣 只见自己的那辆大众 玻璃碎了一地 然后车身上被刮了 无数道划痕 车子的四个笼子 已经扁了下去 显然是有人 故意为之 叶好轩不由得大怒 他停车的时候 还好好的 一转眼出来 就成这个样子 这肯定是有人 故意跟他过不去 去监控室看看 这里有保安 唐冰接着和叶好轩 来到停车场的监控室中 干什么 你们是什么人 这里是监控室 外人不能随便乱闯 一名保安喝道 我的车是怎么回事 叶好轩向自己的车一指 问道 哼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回事 找找自己的问题吧 保安冷哼一声 不再理会叶好轩 为什么我的车会被别人砸了 你们保安是怎么当的 叶好轩怒道 这么多车 我一个人怎么看得过来 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不然的话 这么多车不砸 偏偏砸你的 保安不耐烦地说 我的车就在这里停着 离你们监控室 不过几十米远 这么大的动静 你们就没听到 叶好轩冷笑道 没听到 我又不是只顾着 你一个人的车 滚吧 我这里还很忙 如果你一想找凶手的话 就报警 我们没这个义务 帮你找凶手 保安不耐烦地说道 只是他闪烁的目光 已经让叶好轩看出端倪来 这件事恐怕 跟这货有直接的关系 监控呢 我们要查看 监控坏了 那监视器上显示的是什么东西 叶好轩往秘露电视上一纸 刚修好 保安都懒得看秘露电视一眼 叶好轩大怒 一把抓住保安的衣领 把他从窗口里拽了出来 冷冷地说道 你最好老实点 不然的话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说 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放开我 不然我叫人了 打人了 快来人了 打人了 保安马上尖叫了起来 看来你真的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叶好轩一把将他摔到地上 然后顺手拨通了秦明宇的电话 将这里的事情简要地说了一遍 挂了电话 恰好几个保安气势汹汹地 从停车场的另外一侧跑了过来 为首的一人正是保安队长 他大喝道 什么人 敢在这里闹事 活得不耐烦了 来得正好 叶好轩一声冷笑 你们的人把我的车砸了 你看这件事怎么办吧 你胡说 明明是你得罪了人 然后被人报复 这关我什么事 保安狡辩道 就是 你们又不认识他 他无缘无故地砸你车干嘛 这件事我们会调查清楚的 不要在这里闹事 不然没你的好果子吃 保安队长不耐烦地喝道 是朱浩指示你们这么做的吧 叶好轩冷冷地说道 唐兵一争 马上想到问题的所在 之前因为他的原因 叶好轩与朱浩有些过节 今天叶好轩来中医院 估计被朱浩看到了 所以便起了出一口恶气的心思 这才有了叶好轩的车被砸的情况 我不认识朱浩 你不要乱说 保安队长眉头一皱 黄队长 院长的公子 你真的不认识 唐兵冷冷地说道 我不认识 保安队长脖子一梗说道 其实他的话里有太多的破绽 身为保安队长 他竟然敢说不认识院长的公子 这是有点太说不过去了 好 我已经报警了 等会儿警察来了 就交给他们处理吧 叶好轩淡淡地说 过不多时 一辆警车呼啸着开了过来 里面是叶好轩的熟人刘队长 他带着几名便衣走了过来 刘队长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保安队长连忙热情地迎了上去 伸出双手 起料平日里与他关系不错的刘队长 直接让步他 满面笑意地跑到了叶好轩跟前笑道 叶医生 好久不见了 我是奉秦局长的命令 来处理你的事情的 麻烦刘队长了 我的车在这里 被他们的保安无缘无故地砸了 你看这事 医生放心 交给我处理 刘队长转过身 脸色一沉 黄队长 你们是怎么约束手下的 今天的事 你给我说不出缘由来 你就跟我去局里一趟吧 保安队长没有想到叶好轩 竟然与刘队长认识 心中不免有些忐忑 他今天确实是受了诸号的指示 让那小保安 把叶好轩的车砸了的 分享着叶好轩得罪过大老板的儿子 他们做小的 当然是要屁颠屁颠地 为他出气 只是没有想到叶好轩竟然有些关系 这下事情比较麻烦 只是事到如此 只好死抗到底了 如果把他们大老板的儿子牵扯出来 他们同样吃不完兜着走 这个绝对不可能 我们是这里的保安 职责所在 为的就是保护大家的财产安全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的 保安队长一口回绝道 是吗 那把监控调出来看看去 刘队长说 真不巧 今天的监控坏了 事情的经过没有拍到 黄队长皮小肉不小地说道 去看看监控 刘队长向一边的便衣指示 那名便衣便点头离开 保安队长心想监控应该被销毁了吧 他下意识地向那小保安看了一眼 却发现小保安的脸色惨白 他心中不由的一尘 显然是监控 还没有来得及销毁 果然 过不了多久 结果就下来了 监控上清清楚楚地显示 砸车的正是那小保安 黄大队长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 刘队长冷笑道 混蛋 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 平时老子是怎么教你们的 保安队长向那小保安怒骂 同时向他施了个眼色 意思是今天的事 让小保安一人胆小 这样的话 不至于让诸浩暴露 而诸浩不会亏待他们的 小保安马上会议 马上说 是的 今天的事是我做的 我承认 我跟你又不认识 你为什么要砸我的车 叶好轩喝道 我就是看你不顺眼 开个大众就牛气哄哄的 我就砸你的车 怎么样 老子赔得起 小保安硬着脖子说道 第七十九集 好 看来你是要死抗到底了是吧 叶好轩冷冷地说 他转身向刘队长说道 刘队 我的车里有贵重物品 现在不见了 我怀疑是这个保安偷的 什么贵重物品 刘队长问道 谁见帝王绿翡翠 市价应该在一百万以上 现在不见了 叶好轩淡淡地说 一百万 这已经是重大偷窃罪了 刘队长马上会议 他一挥手说 把这保安抓起来 送到局子里再说 你胡说 你的车里根本没什么翡翠 你在诬陷 小保安开始慌了 他没见过什么大事面 一听说要进局子 马上吓得六声无主 有没有 调查一下就知道了 百万翡翠呢 要判个十几年吧 回去吧 刘队长冷笑道 然后拿出明晃晃的手铐 不管我的事 队长 救我 你快救我 保安一见动真格的了 马上慌了神 自己做错了事 就应该自己承担 保安队长目光闪烁地说 心中却是知道 今天的事 恐怕难以善良 不关我的事 是队长要我这么做的 是黄队长让我做的 当两名警察 把这保安网车上按的时候 他才真正的慌了神 不顾一切的大叫 你在胡说什么 保安队长大怒 黄队长给我一千块钱 让我砸车 说是车主得罪了 我们院长的公子 真的不管我的事 我没偷东西 我只是砸车了 小保安几乎快吓哭了 你还有什么说的 刘队长喝道 这是我让人砸的 跟我们院长公子没有关系 要抓就抓我吧 保安队长一咬牙喝道 老黄 我跟你也是僵使一场了 着了吧 这事跟你没多大关系 不是什么人 都是你能得罪得起的 刘队长好意地劝道 是我做的 黄队长一咬牙 打算死抗到底了 他在这里做保安队长 每天清闲 工资还不错 而且时不时的还有些灰色收入 所以他不愿意得罪诸浩 那好吧 既然你想把牢底坐穿 我也没办法 你这个罪名要做十几年牢 不要以为你们院长公子多了不起 在大人物的眼里 屁都不是 刘队长说着 有意无意地看了叶浩轩一眼 黄队长心里不有的意图 他与刘队长平时关系不错 他满以为刘队长会帮衬着他点 但今天看来 刘队长的话恐怕不是吓他的 难道眼前的这个年轻人 真的身份不一般 看他有些踪动 刘队长凑近他低声说道 知道之前的郑局长负责吧 知道 保安队长点点头 难道是 不错 就是这个年轻人弄进去的 那天的情况你是没在场 直升机都出动了 郑家父子到现在生死不知 连我都不知道弄哪里去了 刘队长说 保安队长心里马上打了个图 脑门上的汗立时躺了下来 照刘队长这么说 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岂不是能力通天了 连军方的直升机都能出动 说明他身后有着通天的背景 就算是朱大公子在医院这一亩三分地上有些势力 但跟军队比起来 屁都无事 自己没必要为了这个饭碗把自己搭进去 叶医生 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不该贪图那点小钱砸你的车 保安队长惶恐地说 谁指使你的 朱浩 是我们院长的公子 我们这些做小的 有时候其实也挺为难的 保安队长片刻 便将朱大公子充卖了 做个笔录 让他签字 朱浩是吧 他现在在哪里 刘队长问道 去院长那里了 现在估计还没走 你们去一准能抓到他 保安队长连忙说 去 把他给我拧过来 刘队长一挥手 院长在办公室中 院长最新招来的秘书是一个天生的游物 而在办公室中此时正上演着一幅爱情动作片 只见朱浩浮在一具光溜溜的身体上 正努力地运动着 而下面那人赫然是他老爸的秘书 朱浩你好厉害 我要死了 你这个小妖精 老子要 正在朱浩兴致正高时 突然门猛地一开 几名身穿便衣的警察冲了进来 然后拿着相机顺手拍了几张照 然后一名警察大手一挥道 带走 马上有两名如狼似火的警察冲了上来 在院长秘书的尖叫声中 把朱大公子拧了起来 铐上手铐 而他老爸那游武秘书连忙穿上衣服 吓得躲到一边去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是谁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放开我 朱浩吃了一惊 吓得小弟马上围了 眼见两名警察拖死狗一样的把他向外拖 他只吓得魂都飞了 现在正是大白天 医院里人来人往的 如果他光着身子就被拖出去 丢面子是小 恐怕他老爹都会被他坑死的 等等 几位大哥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你们要钱是吧 我有的是钱 你们开个价 要多少有多少 见几人似乎是玩真的 朱浩连忙服软 哟 这不是朱大公子吗 我们接到举报 说这里有人嫖娼 没想到坏了朱大公子的好事 真对不住啊 一名警察细血地说道 朱浩心里咯噔一下 这人竟然认识他 这隐约让他感觉到了不妙起来 他与他老爸的秘书那些奸情 做得非常隐秘 绝对不可能会有人知道的 而眼下这些警察显然就是冲着他来的 他意识到得罪人了 这件事严格来说算不上什么大事 他与秘书都是成人了 大家你请我愿的 没什么大不了 怕就怕的这些警察硬说他们是嫖娼 事情闹大的话 坑的不是他 而是他老爸 他老爸是中医院的院长 能走到这一步可谓是如履薄冰 而且有人对秘书与院长之间颇有威慈 就是说院长跟他的秘书原本就有一腿 而现在秘书又跟院长的儿子搞在一起 这算什么事 他妈的父子共用一女 他们父子想不出名都难 更何况他老爸的位子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暗中盯着 这件事可以让他老爸的竞争对手无限的扩大 最终 他老子还是得滚蛋走人 而他今天的风光 都是他老爸给的 他老爸完了 他也跟着完蛋了 哥儿几个 能让我先穿上衣服吗 朱浩哭丧着脸说道 哟 你还知道穿衣服呢 不用了 天气这么热 裸着凉快 一名便宜笑道 鸡尾 就算我求你们了 让我穿件衣服吧 朱浩几乎快哭了 一名警察扯过他的内裤丢了过来 虽然只是一条内裤 但总比没有的好 朱浩连大气都不敢出 把内裤穿上 他缩在一旁 就好像真的被扫黄的警察 抓了那种情况一般 知道你犯了什么事不 一名警察问 几位兄弟 我真的不知道我得罪什么人了 几位请行行好 试一一下吧 朱浩小心翼翼地说 装傻是吧 要我到局子里说说 一名警察晃了晃手中的相机 然后笑道 有些人应该对这照片感兴趣的 别 大哥 我真的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请问给点提示吧 算我求你们了 朱浩几乎快哭了 想不起来是吧 那好 把你最近几个月做过的坏事 全部写下来 敢写露一个 我让你好看 一名警察丢过来一张纸和笔 喝掉 是是是 我写 我马上写 绝对不会漏的 朱浩连忙点头 接过纸和笔 趴到一边老老实实地写了起来 足足写了半个小时 朱浩浩这才把这几个月的事情 全部写出来 而且写了反正两面 满满的两页 一名警察拿了起来 越看越怒 一脚踹了过去骂道 人渣 这位朱大少真是无恶不作 有钱规则小护士的 收红包给病人安排手术的 也有私吞一些药品的回扣的 总之劣迹斑斑 这张纸上的 证据足够他小子喝一壶的 朱浩里亏自然不敢躲 硬生生地受了几脚 今天的事没写吧 那名警察问道 今天 朱浩愣了一下 看了一眼四四发抖的秘书 他疑惑地说 今天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吧 妈的 我不是说这个 今天你有没有让手下的人 做过什么坏事 比如说 砸别人的车什么的 砸车 朱浩瞬间恍然大悟 显然今天这些警察 是因为这事来的 原来他得罪的人是叶浩轩 有过 我与那车主有仇 今天在医院刚好看到他 心里气不过 所以就让手下的人 给了他一点教训 我不敢了 我赔车 我赔 我真的不敢了 朱浩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光 没事他好好地招惹叶浩轩干什么 他原本以为叶浩轩没什么实力 没想到把警察给招来了 只是他现在后悔也晚了 赔不赔钱我不管 不过你今天得罪的人来头很大 他很生气 这是他的地址 你明天看着办吧 警察给了他一个地址 然后强迫地按下手印 带着相机和写满朱大哨的纸离开了 朱少 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警察一走秘书这才敢站起来 一时间六神无主 我的妈的怎么知道怎么办 朱浩大怒 反手抽了秘书一个耳光 搞定了 刘队长将相机的内存 和满满的两页纸交给了叶浩轩 刘队多谢你了 叶浩轩笑道 别客气 自己人 刘队说着 手一招道 说位 车被砸了 叶浩轩也懒得理他 如果不出错的话 明天就会有人送新车来 他搭上了唐冰的车 两人一起离开了中医院 诊所生意怎么样 唐冰突然问 还好 整天忙 我感觉自己都快忙不过来了 叶浩轩苦笑道 要不没事的话 以后我去帮忙 好啊 我妈成天嚷着 要见儿媳妇呢 正好带你去见见她 叶浩轩笑道 谁是你媳妇了 讨厌 唐冰脸色微微的一红 当然是你了 刚才是谁口口声声地说 我的男人怎么怎么的 难道是我自作多情 你的男人不是我 叶浩轩笑道 不理你了 唐冰脸色飞红 走吧 去我那里看看 叶浩轩打着方向盘 转身 向诊所所在的地方走去 忠 诊所的人并不算很多 叶浩轩走了进去笑道 妈 我把儿媳妇给你领回来了 啊 真的 本来在发呆的刘云 已经连忙地站起来 迎了上去 伯母号 见到刘云 唐冰脸微微的一红 妈 这是唐冰 这是我妈 叶浩轩互相做了介绍 兵兵啊 哎呦 长得真漂亮 快 快进来吧 刘云看到唐冰那 出尘冷艳的气质 高兴得不得了 连忙拉住唐冰的手 走进诊所 兵兵啊 坐吧 喝水 刘云没有准备一下 而媳妇就这样上门了 一时间忙得不可开交 伯母 不用这么客气了 都是自己人 唐冰连忙拉着忙里忙外的刘云 两人一起坐下 刘云看着唐冰 真是越看越喜欢 暗夸自己的儿子真有眼光 后来得知唐冰也是一生时 更是欢喜 这样一来两人的共同语言 就更多了 唐冰平时与别人接触少 换句话说 不擅长与人交流 但与刘云一起 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 两人一谈起来 把什么都忘记了 叔叔 你回来了 随着一声声音 芳芳扑了上来 芳芳之前居无定所 连吃都吃不好 所以身子瘦了 现在这些日子 吃得好 睡得好 生得白白胖胖的 像一个小公主一般的可爱 接她放学的是白月 两人走在一起 就像是母女一样 看来她与王铁住的事 八九不离十了 芳芳 今天学了什么 夜号喧嚣的 小花猫 芳芳边说 边扭起了身体 唱起了儿歌 那一本正经的样子 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叶医生在吗 门口传来了一个声音 随即一个老头脑袋伸了进来 我在 有什么事吗 叶好轩问道 老头一见叶好轩 马上激动了起来 他跑到叶好轩的跟前 紧紧地握着叶好轩的手 说道 叶医生啊 我是之前没去中毒小孩的爷爷 我感谢你救了我孙子的命 叶好轩随即醒悟 他笑道 不用谢 应该的 叶医生 我们没什么能表达的 只好送个锦旗来感谢你了 老头说着 外面走进来孩子的父母 以及他们怀中 活泼可爱的小孩 父亲的手中 拿着一面锦旗 走到叶好轩的跟前 感激地说道 叶医生 谢谢你了 后来我们去医院 给孩子检查了 医生都说 这孩子能活过来 是个奇迹啊 叶医生 你真是神医啊 叶好轩笑着 接过孩子父亲手中的锦旗 笑道 神医不敢当 以后注意一下 孩子还小 不要把孩子一个人放到家里 会注意的 我们会注意的 叶医生 太感谢你了 孩子的母亲 也感激地说 当天他们的孩子 没起中毒 已经窒息 后来是叶好轩 用蛀油术 这才救了他们的孩子一命 他们不知道 是叶好轩当初强行 把孩子从鬼门关里 抢出来的 后来 他们把孩子送到医院 做了一番检查 近些日子孩子没事了 他们这才想起啊 要感谢孩子的救命恩人 另外一侧的西医诊所 那名医生不懈地看着叶好轩这边热闹的场景 喝道 高屁的神医 运气好罢了 你运气好 也碰一个给我看看呢 一个病人走了过来 劈手把他手的药瓶摔到了这医生的身上 哎 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干什么 医生连忙躲开 你他妈的还说才子干什么 老子一个感冒 在你这里掉了几天的水 花了几百块钱还没给老子治好 人家对面几针下来我的病就好了 你他妈的还说人家运气 那 那是你的病在我这里已经治得差不多了 所以他们才会很快地把你治好的 这还是要归功于我 医生狡辩道 放你娘的屁 你当老子是三岁小孩 那病人又是一通骂 直骂的那医生狗血临头 才兴兴地离开 呸 骂的 老子出门不利 就当是被狗咬了 那医生吐了一口口水 吃了午饭 叶好全这才开车 送唐兵回去 回到唐家的小院中 唐老正拿着一本古书 看得津津有味 哎呦 我说你们两个小两口 回来了 唐老看见两人亲密地挽着手 不由得高兴地说 爷爷 谁笑两口了 唐兵羞涩地说道 你看都亲热成这样了 还说不是 唐老笑道 怎么 去见家长了吧 哪有 不跟你说了 唐兵不好意思再待下去 跑着上楼去了 跑着上楼去了 唐老 在看什么呢 叶好全笑道 一本古书啊 上面记载的东西 大多数都失传了 可惜了 唐老边说 边把古书放到一边 第八十集 今天中医院的院长打电话 向我问过你了 是不是在他们那里漏了一手 唐老说道 算是吧 是个外逼 把贵老都从京城惊弄过来了 结果他的方法有些极端 那老外不敢试 所以我就试试 不错 幸贵的那老家伙向来心高气傲 自负得紧啊 这次受打击了吧 唐老点点头 其实他的医术是相当不错的 不然的话 又不能被称之为国手了 没有几分刷子 怎么可能在中南海混成寓衣呢 那货是有些门道的 只不过 治病救人的方法比较极端 曾一度被人称之为毒医 毒医 叶浩轩想想贵老第一次想的方法 认同的点点头 他确实能当得起毒医这个称号 早些年他的方子偏激 曾被一些正派的中医流派 视为歪门邪道 只是 他的医道天分着实不错 所以才凭着过硬的实力 混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叶浩轩点点头说道 中医视为 我在中医院的时候 说能治那老歪的病 有屋子的人不相信 相反只有那老歪相信了 这不知道是国人的悲哀 还是中医的悲哀 如果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的话 中医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 小叶 我想让唐靖跟你去学医 唐靖 他会跟我学吗 叶浩轩苦笑道 他不去也得去 唉 他的天赋不错 只不过 他过于年轻 难免有些心浮气躁 如果能加以磨练 他将来在中医方面 必定会有一番成就的 叶浩轩感叹道 是啊 他现在缺少的 只不过是一块好的磨刀石 而你是上好的磨刀石 叶浩轩思索了一下 然后点点头说 平心而论 我没什么好教他的 他的医术着实不错 只不过经验方面欠缺 这样吧 我诊所里恰好忙 明天就让他在诊所里坐诊 好 不过这小子呀 心高气傲 你要先凑凑他的锐气再说 唐老点点头 那是当然 叶浩轩斜斜的一笑 而此时门口刚好传来了一阵汽车声 唐老心中一动笑道 他回来了 你跟他聊聊吧 说着便走进客厅去 唐静一进门 便发现坐在花园亭子下面 悠然自得地喝茶的叶浩轩 他的身色马上有些不好看 你怎么在这里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了 这是我的家 你进门得向我打招呼 唐静不服气地说 这是你家也是你姐家 我现在跟你姐谈恋爱呢 你不支持一下 叶浩轩笑道 你 你这个混蛋 你根本配不上我姐 唐静喝道 配不配得上 是你姐才说了算 你说的话跟放屁差不多 你 混蛋 不要赖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我姐是不会看上你的 唐静气道 做人不要没大没小 叫姐夫 你休想 哼 唐静冷哼一声 呵呵呵 迟早有一天 你会心甘情愿地叫的 叶浩轩笑道 你等着吧 我宁愿向一头猪叫姐夫 你希望你姐嫁给一头猪 叶浩轩反问 你 反正不会嫁给你的 唐静根本斗不过叶浩轩 气冲冲地转身 明天去我那里 干什么 我诊所忙 要招个伙计 你挺合适的 你要让我去给你当伙计 你等着吧 唐静大怒 你爷爷已经同意了 我不管 反正我是不会去的 你不去的话 你的银行卡明天就会冻结 叶浩轩威胁道 你 混蛋 唐静气冲冲地跑进客厅里 显然是找唐老理论去了 片刻之后 他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横横地瞪着叶浩轩 明天八点 准时过去 叶浩轩微微一笑 转身离开 虽然对叶浩轩恨得牙根之痒 但唐静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天早晨 天刚蒙蒙亮 朱浩便心急火燎地 开着一辆崭新的大众图观 到了玄湖居处 只是为时太早 他也不敢上去叫门 只得在外面守着 一想到自己的把柄 在叶浩轩的手里抓着 他就觉得心里像火烧般难受 这些东西虽然不至于要命 但事关他老子的前程 与他的人生自由 他做的那些事 他心里清楚 够盼他个十年八年的 这还是在一些严重的情节 没有老实交代的情况下 六点钟 白月便开了店门 芳芳跟他住在一起 他要一早起来 送芳芳去上学 你好 请问叶医生在吗 一见到开门 朱浩连忙跑上前去 有些谄媚的笑道 叶医生 他现在还没上班 你到八点以后再来吧 白月丢下一句话 便带着芳芳离开 好不容易等到八点 但还是不见叶浩轩的踪影 朱浩开始急了 连忙跑到店中再问 是这样的 叶医生交代过 要你在这里等 他今天有点事 可能会晚点来 白月依然是不紧不慢地说 好 那我等 朱浩咬牙切齿地说 在医院的一亩三分地上 他是太子 只有别人等他 他甩给别人脸子看 但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叶浩轩的手里掌握着 能要自己命的东西 让他不得不忍气吞声 他说着便坐在一边的椅子上 奇料白月微笑道 不好意思 这里是诊所 你在这里会影响我们的病人心情的 医生交代过 让你在门口等 虽然气得摇牙切齿 但他还是不得不陪笑走到门口 老老实实地站着 虽然现在入秋 但秋老虎的天气还是让人受不了 火热不寒一丝水分的 太阳热辣辣地照着 让朱浩这个大哨 头晕目眩 虽然如此 但他还是不得不 老老实实地等着 谁让自己有把柄在别人的手中呢 好不容易 叶浩轩来了 朱浩连忙迎上去 诚惶诚恐地说 叶少 你饶过我这一次吧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叶浩轩像是根本没有看到他一样 镜子走到诊所中 朱浩不死心地跟上来 不顾一边前来看病患者诧异的目光 普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叶少 只要您放过我这一次 以后我就是您身边的一条狗 为了叶浩轩手中的把柄 朱浩算是豁出去了 也顾不上丢面子了 你的事一会儿再说 我现在正忙着呢 出去 叶浩轩淡淡地说 朱浩咬咬牙 还是走了出去 然后像一尊门神一样 站在门口 一动也不敢动 唐浅受爷爷的指示 来到叶浩轩这里 跟叶浩轩学医 他气冲冲地走了进来 重重地坐到在叶浩轩的身边 没好气地说 今天是让我坐诊 还是干别的什么 叶浩轩刚好给一个病人看完病 随手洗了个方子 交给唐浅道 去帮白姐抓药 你 唐浅大怒 想他堂堂真亡堂冤的孙子 什么时候沦落到给人当伙计 抓药的份上 如果你不去 我现在就给你爷爷打电话 叶浩轩扮带着威胁地说 好 我去 唐浅咬咬牙 想想自家老爷子对自己的胁迫 还是接过药房去了 抓完药后拿来给我看 叶浩轩淡淡地说 唐浅走到药柜前 三下五除尔的 将药抓好 然后玛丽的用纸包好 打捆 送到叶浩轩的跟前 其料叶浩轩看都没看一眼 只是淡淡地说道 当归少了一钱 黄连多了一钱 重新抓 你故意整我的是吗 唐浅怒道 作为一个医生 你的职责是什么 救死扶伤 唐浅想都没想就回答 药都抓不好 你怎么救死扶伤 就差一点点 能有什么问题 你能保证你抓的药 一分也不多 一分也不少 唐浅怒道 中药讲究细致入微 一分也好之差 药小之上可以说是 天差地别 你这样的多一钱 少一钱 可能会导致病人的病 更加严重 胡说八道 我抓药至少也有十年了 从小就跟我爷爷 学中医抓药 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唐浅不相信地说 所以你现在的医术 比起我来差了很远 医生不比别的职业 靠的是细致 一点偏差 可以决定病情地走向 你这样 根本不配做一个医生 叶浩轩毫不客气地说 你 唐浅一致 被叶浩轩教训得无话可说 重新去抓 叶浩轩把药丢了回去 唐浅憋了一股气 然后再度回到药柜 细细地用秤 秤好药料 然后仔细地确认了一下 这才将药拿给叶浩轩看 菊花多了半钱 叶浩轩依然没有看一眼 胡说 你又没有秤 你怎么知道菊花多了 唐浅怒道 叶浩轩拿起药包打开 然后取出里面的菊花 来到药柜 将衬托放在三前的位置上移掉 衬杆果真微微地翘了起来 药得了这么细致吗 要么你抓 唐浅不服气地喝道 叶浩轩顺手将他抓的药 丢到垃圾桶 然后也不用撑 就这样直接把手伸进药柜里 三根手指一抓 过不多时 一包药便被抓好 你可以秤一下 叶浩轩微微笑道 唐浅当然不服 秤都不用 他就不相信叶浩轩 能把药量抓得一分一毫不少 唐浅将药分开 然后放在秤上 一秤之下 然后他的嘴巴再也合不上了 只见叶浩轩所抓的药量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正敢平平地如一条直线一般 不可能 一定是巧合 唐浅连忙又把另一位药撑起 结果还是一样 药的分量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好吧 我承认你厉害 唐浅咬牙切齿地说 我对你说过 学医为了救死扶伤 不是比厉害 如果你再抱着这样的心态学医的话 你这辈子注定一事无成 叶浩轩喝道 唐浅的神色一致 低着头部说话 去吧 今天坐诊 用心去感受患者的病症 叶浩轩挥挥手 犹豫了一下 唐浅便坐在枕桌前 叶医生 我们是冲着你的名号来的 这小子靠谱吗 患者的话几乎让唐浅吐血 放心吧 这是唐渊唐老先生的孙子 医术不错 叶浩轩笑道 啊 唐老神医的孙子 哎 那好 患者这才点点头 伸出了手 唐浅几乎要吐血 他自存医术过人 但真正出门在外 还是要靠着爷爷的名头 才能让人信服 经过叶浩轩刚才的这一番教训 唐浅果真谨慎了很多 诊断完之后 他为患者开了药方 叶浩轩接过药方细细地看了一下 感觉还算满意 这才放心地离开 叶医生 我 一见叶浩轩走了出来 诸浩连忙迎了上去 双腿一软 又要往地下跪 哼 知道错在哪里了 叶浩轩冷笑道 知道了 我不该得罪叶医生 我真的知道错了 请叶医生高抬跪手 放过我这一次吧 想起叶浩轩手中抓着自己的照片 与把柄 诸浩都有种想死的冲动 那你之前做的恶事 就不算了 叶浩轩反问 算 当然算了 我知道错了 我一定会痛感前非的 叶医生 您就放过我这一次吧 我一定会改邪归正的 朱浩哀求道 这次就算了 但你那些毛病最好还是改改 如果下次再撞到我的手里 我没有那么容易放过你 叶浩轩喝道 是是是 我一定改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谢谢叶医生 谢谢叶医生 朱浩连连点头道 滚吧 叶医生 那些东西 朱浩有些不放心的说 你放心吧 以后只要你规规矩矩的 那些东西不会流出去的 如果你还是跟你以前一个样 我就不保证 那些东西会出现在 某家报纸的头条上 不敢 我再也不敢了 谢谢 谢谢叶医生 朱浩如蒙大赦 几乎要向叶浩轩磕头了 他放下那崭新的大众图观钥匙 然后急匆匆的离开 江山一改 本性难以 冷笑的看了一眼 朱浩离开的背影 叶浩轩一声冷笑 刚吃过午饭 华老的电话便响了起来 小叶 下午有事没有 没什么事 华老有事 这样的 我下午在中医大学有两节课 想请你去替我讲两节 我 讲课 华老 您就别开玩笑了 你看我那儿像老师啊 到那里也镇不住场子呀 叶浩轩苦笑的 哈哈哈 没关系的 我感觉我的老一套 学生们有些接受不了 你的医术医经验 不比一些大国手差 请你去帮他们讲两节课 也能开拓一下他们的事业 哈哈哈 华老笑道 呃 那好吧 我可以去试试 不过华老 您可要去帮我镇场子 万一那些学生嫌我太年轻 我压制不住 可没办法了 哈哈哈 叶浩轩笑道 哈哈哈 没问题的 我就坐在后面 放心吧 你的能力我是知道的 华老笑道 那好 下午几点 下午三点 去中医学院 我在那里等你 看了看时间还早 叶浩轩先是来到医科大学 露了个脸 然后便开着车 赶往中医学院 中医学院坐落在清源的北边 临着青江 中医学院是清源也是全国寥寥可数的学院 每年要从学院中走出近万名的中医学院 找到了华老 刚好到了上课的时间 叶浩轩没有一点准备 他苦笑道 呃 呵呵 华老 我讲些什么好呢 华老笑道 哈哈哈哈 如果照着医书照搬 我叫你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你就讲一些 已知的病例及一些经验吧 这样让学生的视野开拓一些 尽量讲得通俗易懂一点 好吧 我试试 叶浩轩点点头 华老带着叶浩轩一起 来到了一间多媒体大教室中 这间教室足可以容纳近五百人同时停课 里面投影仪等设备应有尽有 华老平时只是偶尔为学院讲课 每个星期也不会来一两次 所以华老的课上学生特别多 几乎有三百多人 这些学生大多是冲着华老的名声来的 有的也曾听过华老的课 感觉受益匪浅 所以华老课上的学生 比一般的中医老师上课时的学生 要多出两倍不止 华老带着叶浩轩走到了讲台上 试了试喇叭的音响 然后说 诶 诸位同学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位年轻的老师 今天将由他代理这节课 大家欢迎 华老的声音落下 整间教室里只有熙熙落落的传来了几声掌声 看来这些学生们对叶浩轩并不感冒 因为叶浩轩的年龄实在是太年轻了 跟他们差不多 让这么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来讲课 这些学生们心中都有些诧异 甚至是不屑 大多数人不明白 华老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大家好 果为新书神龙兵王 已经在喜马拉雅上架 一代钢铁狂兵 卷土重回都市 喝醉烈的酒 采醉狂的反派 征服最美的女人 精彩爽文 欢迎大家收听评论 感谢观看